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最近台湾的航运公司 变成了全球关注的焦点 长荣的超大型货轮 3月23号在埃及的苏伊士运河搁浅了 这一条船就影响到全球10%的贸易量 包括了原油还有民生用品 都可能会因此而涨价 但这也让人开始担心了 因为未来台湾如果仰赖大量的天然气来发电 万一国际航运只要随便出一点差错 这后果是不是很难想象啊 李文 的确 而且因为天然气没有办法长期的储存 所以它每个礼拜都必须要有船送到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有接气站 送到台湾来 这样台湾才有气 不然台湾就会断气 会上气不接下气 好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这个我们长荣的邮轮 我们长荣的货轮是怎么卡住全世界 这算不算是台湾之光呢 搁浅在苏伊士运河的长荣货轮 长四轮目前依旧无法动弹 但经过挖土机连续三天开挖后 透过对比照可以明显看到 意外发生当时插进运河提案的船头 三天后已经有部分露了出来 看来讲究行动是有所进展 不过这些团队依旧没这么乐观 因为以目前长四轮的重量 根本无法直接被拖出来 除了恐怕要卸除燃料油 压舱水 甚至是集装箱之外 还要配合28和29号这两天的涨潮期 才有可能顺利脱困 长四轮造成苏伊士运河150年来首建的堵船事件 多数人却笑不出来 英国政府就警告包含家具 家电和玩具等商品都卡住无法运送 到时延迟的成本恐怕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果然也算是台湾奇迹之一 到底是什么回事 在苏伊士运河居然150年来第一次卡住了 这就是长荣的长四号 它到底有多大 为什么会卡住苏伊士运河呢 而且这个长四要拼脱困 就是28 29的这两天是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会涨潮 涨潮水就会多一点 涨45公分 看有没有办法把它撑起来 否则错过的话 你就要再过半个月嘛 因为这是月亮的潮汐的问题 好 这条搁浅的巨轮啊 真的有够巨大 什么叫做长四号的概念呢 它的最大排水量高达22.9万吨 它的长度是400公尺哦 哇塞 这么大的一艘船啊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最大的航空母舰 航空母舰够大了吧 海上的船 还有比航空母舰更大的吗 航空母舰福特号 也不过排水量10万吨 只是长四号的一半都不到耶 这个航空母舰上面 已经可以停很多飞机起降了哦 长四号 长四轮更大 那更不要讲这些是小屋见大屋啦 你说什么立新邮轮啊 很多人去坐过邮轮啊 它的排水量也才2.8万吨 长度是只有196公尺不到 长四轮的一半哦 好 磐石舰呢 磐石舰也很大了吧 它的最大排水量也才5万吨 然后它的长度也才229公尺 你就知道长四轮到底有多大 这么大的一个货轮啊 居然卡住了苏伊士运河 全世界插了一旦 会不会导致全世界 因为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脱困 只要慢一天 损失就非常的惨重 都是天文数字啊 冲击的范围包括了货物的贸易 运驾 国际的油价 现在已经很多油轮被卡住了 保险 木浆 很多基本的这些 这些所有的货物全部被卡住了 资深海运分析师就说 有10艘共同载了 1300万桶原油的油轮啊 全部受到了影响 有9艘满载干净石油产品 跟深植柴油的船只通通都在排队 等候塞船啦 已经中断了每天约200万桶的原油 还有石油的产品运输影响非常的大 另外全球有8%的液化天然气 是必须通过苏伊士运河的 所以呢 Wood McKenzie的首席分析师就说 如果这起事件在一两天之内解决的话 那么对于液化天然气的市场影响还不大 看起来很难再一两天解决啦 随着北半球的天气回暖 欧洲跟亚洲的取暖需求锐减 所以呢 没有那么冷不需要暖气了 就不至于造成这个天然气的短缺 现货价格不会跳仗 但是但是但是 如果拉长的话 就可能会冲击到天然气的市场 因为卡达的运输船 必须要行驶更长的航程啊 万一这边卡住很久 必须绕行的话 哇那不得了 全世界的人通通都遭殃啦 那么当然这是在苏伊士运河 可是在台湾 台湾海峡或是南边的海峡 其实这就是一个整个南海 都是非常重要的货运运输的一个通道 这就是为什么整个南海的这个战略地位 非常高的原因 那我们的天然气的这个船啊 万一有任何一个出了问题 就会影响台湾的供电安全 那更不要讲 我们的天然气站本身 也变成是一个战略安全 很大的一个火把 那这些都对台湾的国家安全 造成了一定的威胁 再加上天然气是最贵的 那所以我们盖这么多的天然气接收站 要50%都要仰赖天然气的发电 会不会影响到台湾的国家安全 跟经济稳定 真的是必须要非常的来注意 这个整体事件的发展 不过最近呢 其实除了F51的这个坠机事故之外 另外一个让全国都非常震惊的 重大意外事故 就是苏花公路游览车撞上山壁 造成了六死三十九伤 而且有些乘客是连人带着椅子 被抛飞出去 结果运安会就点名说 出事的游览车 其实结构非常的危险 好 你可以看到一般正常的椅子 应该是像这样子有螺丝 就来固定在这个地板车架上 但是这次出事的游览车 靠窗边的椅子 那么它不是用四根钉子来锁住 而是旁边你看到有一个穿孔的 这个螺丝帽是锁在一个U型夹的上面 所以它的结构是不安全的 为什么安检竟然会过关呢 前立委参政员现在就爆料 他说恐怕案情不单纯 他用的U型夹是我们认为 在专业上这样的处理模式 是不太下当的 他用夹住的方式 所以这个会发生问题 是一个蛮大的因素 交通部不要螺丝松了 掉了满地 掉的是人命 交通部也要负起责任 一切我认为还是管理的问题 不管螺丝两根三根 很难证实的传言说这些打造厂商 后面本来就有一位台南市的民进党立委 在后面给他们支持 好 其实台湾有很多的游览车 都是购买两家的公司 明胜跟陈运打造的游览车的车架 那么蔡振元就爆料说 他听到的消息说 如果不买这两家车架的话 那么要去验车的时候 安检会遭到刁难 因为有立委很关心吗 韩冰 当然蔡振元这个爆料 他证据到底在哪 目前我们不知道 可是既然有人已经讲出来 而且讲得这么明确 直接指明胜跟陈运这两家 而且我觉得蔡振元委员 台南的民进党立委 民进党那三个字给共 因为台南全部都是民进党 所以那个就是民进党的某立委 台南市 那到底是哪一位 我希望他能够讲得更明确一点 但另外一方面 他又说经济部工业局的某科长 那工业局的科长 其实就那么几个人 而且跟这个采购车体相关的科长 那应该就是呼之欲出了嘛 所以我觉得相关到底是不是要赶快去调查 到底有没有所谓的上下起手拿回扣的这些事情 那是不是他特别在帮这两家车商护航 那不管他们提供的车体到底是符合标准 不符合标准 那这个都是要去查 有没有人谋不张的情况发生 有没有这一种贿落啊收贿的情况发生 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去查 查清楚 查个水落石出出来 但另外回到这个车子本身出问题的状况 你用锁螺丝跟U型夹 到底这中间的规范到底是什么 其实你知道吗 我们的安检中心说两个都可以 他说两个都行 他说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在管你 是用什么方式把它固定 只要你固定了拉力 我在700公斤的拉力 你不会松脱就OK了 那其他你怎么固定 你要用钩型夹也可以 你要用U型夹也可以 你要用两个螺丝锁 还是八颗螺丝锁都随便你 所以他没有明确的规范 可是又有一般的车体业者 他提出来说 他们一般正常应该是要用螺丝 那不是用U型夹 因为他们认为相对来讲 U型夹是比较危险 那我就不知道到底哪一方说法才是对的 因为现在安检中心说 根据国际标准是 不管他是用什么方式 我只要能够锁紧就好 那可是车体的业者又有另外的看法 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要去考量的东西 但是我比如讲 这一次林嘉隆部长 他下定决心把所有同行的车 全部照为检查 那当然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 就好像我们之前 不管是F16还是F51 只要一出状况我们就先停飞 那同样的这些车子也是 类似的道理 可是我觉得台湾一直以来 我们相关的法规 到底有没有切实的执行 为什么这一种东西 要等到出了事之后 我们才会起争议说 你到底应该用螺丝的 还是要用U型夹 这个不是以前都应该有明确的规范的吗 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相关的 没有明确的规范呢 如果一切有明确的规范 这样子检查的人员就照商办事 你没有做到我就是处罢你 那同样的 你有明确的规范之后 我们出了事之后才有厘清责任 那现在就变成 到底是不是跟这个东西有关 目前也不清楚 所以我觉得 什么事情我们都要把所有的SOP 所有的规范全部都做好之后 我们再来去追究责任 这样会比较方便 那拖了这么多年 台湾最近这十年已经发生了多少 重大的交通事故 光是一个游览车为什么都做不好 我觉得交通部真的要赶快加油 对 因为你知道吗 那个女大学生她是 好好的坐在椅子上 安全带系的好好 整个椅子飞出去 像这样情况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运安会现在既然提出说 怀疑可能是这个方面 螺丝的问题的话 真的要好好的把这个问题给厘清了 好 不过台湾和美国在今天签署了台美海巡合作 了解备忘录 那么现阶段台美海巡的合作项目 其实早就包括像是海上的救难互助 教官来台协议战记 还与水文情报交流等等 好 但是为什么现在又要敲锣打鼓来宣布 说又签了一个新的协议呢 那么张老康也质疑说 其实对于台湾来讲 和这个大陆和美国维持等距的关系 不是比较好吗 这个大陆是一个大内宣 他本来就已经有的 大家把它抽出来再把它讲一遍 其实对台湾的安全 这个帮助并不是那么的大 以前都是私下进行 现在就把它谈面化 他们主要就是派交官 过来一些资讯什么 我觉得也很好 台湾也可以跟大陆 也可以海巡合作 为什么只能跟美国海巡合作呢 我们两岸之间怎么打击犯罪 共打犯罪 防住走私 甚至能不能联合起来保卫钓鱼台 也可以合作 那么事实上 美日最近要在钓鱼台军演 来回应所谓大陆刚刚通过的海警法 结果要来钓鱼台 要来我们家的后院来做演习 又不先跟台湾讲吗 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现在又说跟我们签一个海巡的 一个新的协定呢 我们要请教一下学恒 因为其实现在你可以看到 好像我们的海巡快要变成第二海军了 但是新的陆维会主委不是说 两岸要春暖花开吗 现在看起来有春暖花开的迹象吗 这个春暖花开实在让人觉得很奇怪 就是邱太三一边讲说 我们大家要战略性模糊 但是我们的外交部长吴钊燮 反而每天好像要跟人家开战 这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把自己的职权搞错了 这个吴钊燮是不是应该去当国防部长 然后每天在那边讲 我们鹰派打打打打打 不要客气 自由凤梨 我觉得现在台湾 认真来讲 我们面临到一个战略的转利点 就是美日显然要有更密切的合作关系 而且他们显然 日方叫做尖阁列岛 我们叫做钓鱼台 那日方显然把那边当作潜在的冲突点 而且变得越来越严重 日方的智库已经连出了好几份报告说 中方的海警船不但吞位越来越重 武装越来越多 而且很有可能变成一个国家势力的延伸的时候 那我们现在大张旗鼓宣传 我们跟美方要有海巡合作了解备忘录 我们这样讲 那个英文叫做memo of understanding 它不是treaty 它不是contract 它是我们了解你们怎么样 我们互相谅解 那个没有强制性的 但是当你宣传出来的时候 你的目的到底是给台湾看 给美国看 给日方看 给中方看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 台湾要记住一件事情 很多时候你事情本身没做好 不是靠宣传就有用 对国内可以骗一骗 但是对国际间就产生一个问题 那钓鱼台到底是不是台湾领土 以后台湾到底要不要保卫钓鱼台 美日如果在那边联合军演的话 那是不是在我国领土内军演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索性加入美日联盟 但你又不能加入 那你在宪法上面根据惯例 还是你的领土的时候 台湾的外交政策 你可能就没有所谓的战略性模糊 我觉得讲直接一点 如果我们海巡 野往盾位越来越重的 这种海上军备竞赛的话 那好啊 冲之鸟礁 要不要请海巡去夺回来 跟海宝厅正面冲突 我觉得这件事情 政府要下定决心 划清立场 才能够可长可久 好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总统拜登 好不容易上任好久了 终于开了首次的祭酒会了 那么他也表示 在应对中国大陆北韩 还有阿富汗挑战的提问中呢 说要和盟友以来一起共商之后 才好动 当然他当然也说了一些狠话 或者是重话 那么他就提到说呢 这个他认为习近平的骨子里 没有民主啦等等 和习近平讲得很清楚哦 只要你和你的国家 持续破坏人权 我们会坚定的关注 而且要呼吁世界来关注 我们要请教一下世界议员 所以看起来好像美中关系 剑拔挪张 但是也别忘了 拜登先前也说 中美不必冲突啊 我们竞争 但是呢也要合作呀 不要搞到破局 是最高原则吗 你怎么看 对 拜登上任以后 其实他跟他的国务卿布林肯 很多话都讲非常清楚 拜登尤其形容 我们台湾是自由世界 主要的民主政体 关键的经济是安全伙伴 那布林肯国务卿也讲 说他们跟中共美中的关系 他认为就是说 应该竞争的时候竞争 可以合作的时候合作 但是必须对抗的时候对抗 那也就是说 从竞争合作到最后必须对抗 决战 这个关键取决于谁 那就也要看你中共的态度了 可是我们大家看得到上个礼拜 中共在阿拉斯加 他们逞了口舌之快 表面上占了上风 他们对他们国内 做了很好的大内宣 可是我认为他们误判了这个情势 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国家 美国结合了欧日韩印纽澳 当然这当中我们台湾对于自由 民主价值的深化跟认同跟追求 我们当然是跟他们走在一起 而拜登今天又讲了 拜登讲很清楚 说未来的这个21世纪 尤其在他主政的时候 他认为这是民主体制跟中共 独裁政治的一个决战关键时刻 也就是说未来这一世纪 美国带领的自由世界国家 跟中共将会是制度跟价值的对决 所以我认为这个不是取决于 我们自由世界而已 还要看看中共你的态度是怎么样 你要何要在 中共也要说清楚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现在说 чтобы鑫鞋 一定要请进行 打断 说未经认 这会 googl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